她所画的东西 她有她自己的一定想法 一定的坚持 我觉得这份坚持是好的 因为就是这样子 她才会比较独特 祖屋底层的宽阔空地 是安宁作画的绝佳场所 在这里 安宁能够全情投入 一口气画成一幅包罗万象的画面 这些画布就是为安宁而准备的 虽然安宁还小 可是她已经习惯 在很大的画布上自由发挥 希望说她在小的时候 不要限制她 也相信她们小的时候的创造力 是不可以被忽视的 所以我们希望她尽量 在大的空间里面 尽量去给她发挥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就不要给她限制 觉得是你是小孩子 那你就画小幅的画 所以她很习惯 即使是很大幅的画 她就一提起笔来就画上了 这一天 安宁帮爸爸妈妈装饰一扇门 她以儿歌 玛丽有一头小绵羊 就用她的单位题目来创作 安宁作画的范围很广 举凡爸爸妈妈不要的材料 她都可以拿来画画 好比说废纸 厚纸皮 塑胶带 甚至是气球 安宁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想方设法 让她尽情创作 她有时候 很想拿那个颜色笔 或者甚至那铅笔 在那个墙壁上画 然后有时候我就辛苦了 我就要拿那个香笔擦 拼拼擦擦擦擦擦 不过这个慢慢训练 慢慢训练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买那些 那种麻将纸 白色的 既然你要涂这个墙壁 我就把它放大大两张 把那个整个墙就粘上来 那么你就尽量在上面涂 好像妈妈就学习到 OK 我不能随便在墙上涂 安宁的创造力很旺盛 一天可以完成很多幅作品 她要画些什么 怎么画 爸爸妈妈都不干涉 只是从旁引导 如果安宁画漏了东西 她会加上去 不过 有时她会坚持不加 因为她很清楚 自己要在画中表现些什么 我们在观察她的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她就是真的已经有一个构图 在她的脑海中 有一次 她就画了一只水榻 她说这是恩宁水榻 接着呢 在旁边她就画了一只很大的水榻 她说这是爸爸水榻 然后在爸爸水榻上面 她画了一堆 好像看起来像云似的 我说怎么云会塌在爸爸的身上 她说不是 这是恩锐 这是妹妹恩锐 她骑在爸爸的肩膀上 然后之后呢 就很奇妙地 重看了像一堆云似的 她就加上眼睛 加上妹妹的手 所以我就觉得她在这方面 她很强烈的 她已经在她的脑海中有一幅画 然后她就很强烈 就这样把它画下来 现在恩宁在画一系列 跟挪亚方舟有关的图画 爸爸妈妈会带她到动物园 实地观察她想要画的动物 恩宁的观察很细微 她会看到大家通常都忽略的小细节 她会对某一些事物特别感兴趣 而且从她自己的观察 她有她自己的一些观点 我们带她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说恩宁你看这个很可爱 你看这朵花很漂亮 她看花的时候 我们只是觉得这个花很漂亮 可是她会跟你说 哇 这个花 这黄色的花很漂亮 她会很把集中力放在颜色 或者是形状 恩宁的想象力很丰富 她可以天马行空地绘画自己的世界 爱怎么画就怎么画 这一天 她在动物园看到斑马 便画了一幅画送给妈妈做生日礼物 可是画里头却没有斑马 恩宁说斑马躲到妈妈的衣服 和生日蛋糕里头去了 五彩缤纷的条纹 就是恩宁眼中的斑马 颜色的调配也是 她就在这方面也是很执着 比如说有时候你画那个天空 她跟她妈妈到那家外 比如说去上色 画那个风景 有椰子树 有香蕉树 那么好天空 妈妈是用微蓝的颜色 来彩色 但是她就用那个紫色 她就说 她可以跟妈妈问 她为什么你用紫色 她说 你不觉得吗 她问妈妈 访问妈妈 紫色比蓝色更好看 每个星期六 当阿姨教小朋友画画的时候 恩宁也会跟着一起去玩 恩宁开始画画的时候 眼睛只是两个圆圈 没有眉毛 也没有眼睫毛 可是慢慢的 通过观察 恩宁逐渐会加上眼睫毛 而且男生的眼睫毛 和女生的不一样呢 我从来都不帮他们修改任何东西 我觉得他们亲手画的东西 那是最重要的 老师给的工作 其实只是一个引导 一个从旁协助你 给你一个指示 当然他们 小朋友他们还小 他们并不知道构图这些东西 我们老师能够帮忙的 可能可以告诉他 可能这些背景 可以加一些东西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从来就不帮小孩子说 你不行画这个 老师帮你画这些东西 我通常都会鼓励小朋友尝试 让他们亲自的自己画 阿姨到美术馆参观的时候 也会带着恩宁 恩宁虽然年纪小 可是已经知道 欣赏美术品的时候 得守规矩 不能越过规定的范围 不能用手去触摸展览品 逛了很多间展览厅 问恩宁最喜欢哪一幅画 她还能够穿过 大大小小的走廊 找出自己最喜欢的图画 参观了美术馆 回家图中 恩宁就把当天所看到的 记录下来 恩宁很喜欢讲故事 她通过自己的话 表达了心里想要说的故事 我觉得她每天所画的画 就好像她在写她的日子一样 就好像她记录下 每天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今天我怎么了 他就画出来 今天我爸爸骂我了 怎么怎么就画出来 我的妹妹怎么 我觉得她就好像一个 在记录下 她每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我看到她有很多不同的类似的作品 我也看到 好像墙上有一些比较随意的 有步上在墙上揮画 那么也有很多小手工 我觉得家长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让孩子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 就是通过很多小小小小的一些游戏 来激发孩子对艺术学习的兴趣 恩宁做的小泥人是谁 广告过后 我们来看看恩宁如何利用 她的艺术天分创作 好